一个又一个子弹痕迹 深刻记忆了炮火强力的杀伤力 战争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到一二十一世纪 世界上总有一个角落 因为领土、信仰、种族等原因 引发起战争 每一天上班上学路途上的景色 只不过是七十年前 日本国土里到处都成为战场 受美军凶杂千千万万的平民 失去家园甚至宝贵的性命 乘搭过JR环壮仙的乘客 或者经过开了子弹洞的铁道高架桥 最深的日本今集是明日浩劫系列 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战场的大阪 租受美军规模有一百架战机以上的轰炸 称为大阪大空集 昔日深齋桥、梅田、大阪城等地方 遭受战火洗礼 走过大阪市中心时 有没有留意大战留下来的洛因 战争被想像中切身 二十世纪日本文家都是木造 最大的弱点就是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决定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击时 B-29轰炸机在早上9点28分至11点 密布在港口至天王寺一带2万呎天空上 比UVFO列队更加可怕 烧而弹之雨落下 总共二十多万人受灾 三千多人丧命 B-29 Super Fortress 中文译为超级堡垒 日文称为超空之要塞 出生在富足社会 魏能人的匪民 外币股票的走势 总被发生在远方战乱的新闻奪目 战争的残酷 随着当事人年老去世 而渐渐遭到风化和遗忘 主动去找的话 就算在家里也可以找到图片和纪录片 出去外面去大阪市中心的话 可以亲手触摸到子弹的痕迹 看一看战争的记录 可以得到反思的机会 再看看大空集过后的照片 同样是来自NARA 档案名称 Boom Damage After B-29 Incendiary Attack Osaka, Japan 这里是大阪 但我认不出是大阪的哪里 Incendiary Attack 即是烧而弹轰炸 遭到轰炸的城市 确实已经仪为平地 真的不敢想像 当时出身当地的市民是什么感受 你有没有看过 烧而弹是怎样的呢? 或者在日本动画漫画的时候 有看过 吉博力工作室动画大师高田芬的作品 《再见迎火虫》里 有凶杂的描写 住在神户 奈约的哥哥清泰 保护不到妹妹折子的故事 小时候还以为是一个感动的作品 大阪城公园南面博物馆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里 展示了美军当时头下 一粒重225公斤的E46 烧而弹模型 高型的弹身里 藏了前后各19支 共38支小型烧而弹 AN-M69 每一支直径8厘米 长50厘米 是呈六角形的柱体 集速烧而弹在高空600米分体 38支烧而弹 靠尾部的毛布带调整姿势 垂直高速冲向地面 插穿屋顶在室内着火 将整片大地彻底烧焦 《机器人大战》等等的game里出现的集速弹 没想过是这么凶狠 人类的智慧 利用在武器开发上 创造出杀伤力无比的空气 《再见迎火虫》 《再见迎火虫》 头了几分钟 梁庆妹搭着火车 看着神户大凶杂的一幕 空中好像落着火的雨似 烧而弹在空中是不会燃烧 火雨的描写 相信是烧而弹尾部的毛布带 反射了地面烧得红红的火光 1944年12月19日至中战前一天的 1945年8月14日 大阪持续租美军凶杂轰炸 市民每一天可以做的 只可以祈求亲人和朋友 能够僥倖逃过灾劫 大过了之后 不如再看到一次再见迎火虫 看看有什么新的感受 美军的空闸 以波音公司设计和生产的超空之要塞 B-29轰炸机为主力 搭过B-787等波音公司的客机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象 它是由二战时生产大量 杀伤力兵器公司制造的 而另一家美国飞机制造公司 北美航空 North American Aviation 生产了另一种兵器 P-51MAS-10 野马式战斗机 是二战时最出名 最结出的战斗机 今天的大阪 仍然留下了 P-51机关枪造成的子弹洞 战争流下来的乐人更在止尺 七十多年前的大阪 做到美军发动大大小小 共五十次的空闸 一百架战机以上的大规模空闸 称为大阪大空闸 总共有八次 其中四次发生在1945年6月 去过大阪的人 没有经过昔日空闸的地方 应该相当困难 搭过大阪环状线 由大阪去环球影城的话 去西九条站转车 途中会经过福岛站 这里一带当然没有例外 由福岛站向西北行 沿着JL神户线路轨 行15分钟左右 到达一段陰陰心心的高架桥底 看看石市场上 可以找到数不尽的子弹痕跡 这里本身比较阴暗 不留意的话 相信没有人会察觉 二战空闸流下来的痕跡 严不少人都不以为 美军的空闸 只是由轰炸机投下炸弹来攻击 其实都有派出P-51小型战斗机 在1945年6月的第二次空闸 派出了小数 第三次派出了138架 进行低空数射 这些子弹痕跡就是当时留下的 到现在仍然没有风化 大阪環状线完先 还有一个地方推断是P-51的目标 市政府资料里找不到相关的描述 或者大空闸的载区实在太多 範围之广 遍布整个大阪市 这里坊间相传有空闸流下来的痕跡 你也可以看看是真是假 封面那一幅相 就是开了一个有一个洞 環状线高架降桥 上两集介绍大阪城的时候 不少人留言提及增田行树和增田圆 去增田圆遗迹 最近的火车站就是環状线玉造站 在玉造商店隔出口 向深之公站看 就会找到这条桥 黑门丁架道桥 这条桥在战前的1932年落成 已有90年历史 细心看看桥上开了很多个小小的洞 除了威力强劲机关枪之外 有没有其他原因可以令这么厚的钢板上开洞 而那些子弹射向人身上 相信狗死一生 为何桥的钢板会中楼弹而开洞 再以动画再见迎火虫为例 空袭军时 以B-29投下大量撕尼弹 令建筑物起火 木造的民家起火 人就跑出街上 有些跑到最近的防空洞避难 当时比较少钢筋运营土的建筑物 可以避的地方 就是坚固的火车高架桥之下 大量市民聚集在一起 就成为P-51的目标 这里应该和刚才介绍JR神户线高架桥下 子弹痕迹的情况相同 支撑着钢桥黄色的柱上面 多却找到怀疑是子弹的痕迹 玉造站旁边高架桥和支柱上的洞 你认为是不是大空杂军时造成的呢 下次去大阪的时候 顺便去现场看看 留在桥上的痕迹 给生活在现代人们一个线索 联想无法逃避市民 租机枪向桥底掃射的场面 同样在玉造站一带 有确设的战士遗迹 位于真田园所在地一部分的三光神社 距离车站大概10分钟的路程 神社入口有一座石造的尿居 是二战之后重建的 旁边围留了只有支柱部分的尿居 在大空杂军时遭到破坏 支柱上黑了超和20年 即1945年6月遭破坏的文字 神社为了保存这个痕迹 所以就没有清拆到 6月7日第三次大空杂 409架B-29轰炸机 在大阪市东北部 投下2600吨炸弹和烧尔弹 参加过演习的市民 都走到城北公园避难 但这样反而成为美军的目标 超过1000人在公园里送命 牺牲在火海还是子弹预中 结果都是一样 上两集介绍过大阪城 竟然奇迹地逃过厄运 没有遭到炸毁 不如去看看大阪大空杂军时的痕迹 由北面走过极乐桥 向天守角行 途中会找到一段斜坡 右边有一段楼梯 还有一座石缓 这里称为山里远 这座石缓曾经受美军战机头下的炸弹炸毁了一部分 之后获得复收 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 但是机枪掃射的弹痕就很容易找到 呈圆形和椭圆形的粒痕遍布在接近地面的位置 相信美军的目标并不是石头 旁边现在在一片空地 在二战时曾经有一座军事设施 1940年木造两层高的大阪国防馆落城 里面陈列了一些兵器 坦克车 战死士兵的遗照 用来提高国防意识 在1943年 转为中部军司令部女子防空通讯队员的宿舍 宿舍受到空闸而消毁 机枪掃射的目标 或者是住在宿舍里的女通讯员 写上了真心两个字的石碑 就是怀念他们 走上斜坡就找到天守角 这里的石缓 又可以找到另一个空闸的痕迹 8月14日最后一次大空闸 中午之后没多久 145架B29光炸机 以大阪城一大为目标 头下多个一吨炸弹 头下的炸弹 后贡约700吨 大阪城里面 二番路和三番路等多个路 遭严重破坏 天守角下面的石缓 向北的一部分 明显和其他地方不同 石瓶粒粒粒粒 这里是受落在几米旁 炸弹爆炸威力而造成的 大阪城特輯介绍过 在1931年重建的天守角 不用石缓作为地基 所以石缓受损 对天守角造本身没有很大影响 其实大阪除了一个商业城市之外 亦是一个军事城市 大阪城一大 起满了各种军事设施 这就是美军向大阪进行多次凶杂和大规模凶杂的原因 军事设施现存的已经很少 其中一座就是天守国旁边第四司团司令部大楼 第四司团曾经在大平洋战争里参与菲律宾战役 行到天守国西北面的跟铁门 就要找到红砖構造的大阪炮兵工厂化学分析墙 大阪兵炮厂落成1870年 区域庞大被称为东洋之冠 大阪环壮线大部分的区间都有高架化 奇怪的是大阪城公园一带没有高架化 列车在地面行走 车站也是环壮线里唯一没有高架化 原因就是受到军部的压力 避免军事秘密外泄 炮兵工厂有2-3位高的围场包围 二战期间列车驶过时强制乘客要拉上窗帘 8月14日最后一次大空袭里 美军就以大阪炮兵工厂为目标 建筑物租轰炸以厌重破坏 以大阪城军事设施为目标的空袭里 还有几百名平民在附近的国铁京桥站被抓而牺牲 场面令人无骨悚然 遭到美军投下两枚原子弹后 1945年8月10日 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作无条件投降 之前在介绍日本北方四岛主权纽纷 苏联在日本正式以书面表示投降前后 占领了北方四岛 在日本宣布投降 并在15日获得接纳 在前一天的14日 美军进行第八次大阪大空袭 官方公布了359人丧命 8月14日下午1点多 B29光炸机在大阪城旁边的京桥站附近 投下四枚一吨炸弹 刚好当时的城东线 即现在的環状线 来往总共两架列车到达京桥站 凶炸发生时 大量乘客由高价的城东线月台 走到楼下片丁线月台避烂 其中一枚炸弹贯穿了高价路轨 跌到片丁线月台 避烂的大量乘客遭炸死和炸伤 扩认到身份的死亡人数是210人 但包括身份不明的死者 总数估计达600人 不过数字已经无法考证 只要天皇和政府早一日宣布投降 几百条性命就不需要牺牲 当时在场的新本荣一郎伤痛不堪 在战争完结两年之后相同日子 1947年8月14日 自费在京桥站旁边建立了惠灵碑 另外死者家属合支 在旁边建立了立京塔 到现在仍然有人打理 献上鲜花悼念 背后的千玉壳 祈求望云可以安息 其实当日的痕迹 今天亦可以亏看 威灵碑背后有一座高40层的住宅大厦 于1999年落成的 River Country Garden 京桥 在空集十个月后的1946年6月的照片里 可以看到大厦地址当时的模样 当时应该是田村烧纸工厂 烧纸即是玻璃 红砖式建筑相似两层高 回到京桥站里 昔日的片丁线 现在改称为鶴研都市线 月台对面的红砖礼墙 应该是玻璃工厂的一部分 红砖已经很旧 很难分辨是否有灶火烧过的痕迹 但很明显颜色有点不自然 旁边的墙都被游上白色的七友 之前还可以看到 华尔是空集市的痕迹 空集军时八月天气炎热 几百条尸体很快就腐化 在等待家属来辨影身份之前 就要处理 市民受到军人的命令 合力将尸体放到月台旁边的防空洞里 帮手在市民里 有些是女学生 在腐化之前 火化尸体 现场臭气冲天 沾上臭气的衣服 怎样洗都洗不清 再走到大厦旁边看一看 炸玩看下去 好像昔日田村肖子工厂的遗迹 其实这里是用了一百年前 英国建筑物红砖而建成的 不过在四十层高的新式大厦 地上两层选用红砖 或者是重现空集前工厂的模样 刚才在月台看到的红砖墙 其实是分为前后两层 对继的方式不同 背面应该是起楼的时候 砌成的 想不到这里都找到猫猫 在享受日光药的时候 已经有人准备好大餐 猫猫看着的方向 会是一个怎样的景色呢? 《遗迹》究竟要保存多少? 保存多久? 大城市的大阪市人口近270万 各处重建和开发工程 每日日夜不断 昔日大空集的遗迹 逐一遭清拆 已经越来越少 面对美军在日本本土的空集 日本当然有各种抵抗 新大阪火车站所在地的东电串区里 直至几年前 保存了作反击之用的高射炮台 板急线和JR东大阪线的淡路站 步行10分钟的距离 找到昔日刑击全场30米 枯43米B-29轰炸机的痕跡 炮台总共有6座 是石屎制 地面高两层 地面那一层是作火药库 医疗室和厨房 可以推测当时军人 长时间驻守在炮台里 总共150名士兵 布置在6座炮台 随时进行地对空刑击 保卫国土和国民的性命 楼上一层呈12角形 宽10米高4.5米 各配置一座白白色7.5公分的高射炮 资料里面每分钟可以发射15发 最大射程达到9100米 但实际射程只有4000米 炮手要预测B-29的速度和方向作瞄准 真是不知它怎样才可以命中 在美军的报告里面 天气晴朗的话就会受到攻击 阴天密云的话 受攻击的次数就减少 可以推测到高射炮不是完全没有作为 战后炮台剩下两座 高射炮已经失去蹤影 这里有些就成为工场 有些就被市民占据成为民家 2016年开始清测工程 2018年Google Maps Street View 都可以看到一部分的炮台 2020年已经完全租清测 成为一块平地 原子预计兴建都市计划道路 13吹田线 连接新大阪至吹田和高规 凶杂的景浩相信极少人有亲身体验过 在动画、日剧、电影里面可能有听过 警浩确实令人不安 一般市民遇到凶杂的时候 除了跑去避难场地 或者高架桥底等等 有坚固上蓋的地方之外 就是躲到防空洞里面 回到刚才介绍过的博物馆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 一个地方可以体验凶杂式的防空洞 爆炸的巨响 红红的火光 四周七黑一片 老公上了战场 自己就要照顾小朋友 为什么一般市民要受苦呢 火势蔓延就要逃走 以肉体面对P-51战机的宿舍 被火烧还是中弹 结果没有分别 博物馆里面还可以找到当时人民的服饰 由想起再见迎火虫妹妹截止 经常会戴上一条厚厚的头巾 防空头巾是女性必备的用品 布头巾那么脆弱 究竟是有什么用的呢 最主要有两个用途 女性必定使用是一个线索 留着长长头发的女士 遇上烧鱼弹空袭的时候 长发可能遭到烧着 而火头就可能烧着的衣服 而由着火的木屋随风飘来火花 头巾可以保护头部 通常在走烂的时候 才会把头巾浸到水里面 才会戴上 这样可以加强防火能力和降温 凶杂生还者 口述当时的经验 浸湿了的头巾 在被烂的时候 不知不觉会很快干 炎热夏天里的烧热弹火海 发成一片活地獄 防空头巾另一个用途 便别尸体 头巾会逢上一块小布 锅上写了名字 地址或学校名字 还有血刑 相传血刑在抢救时 可以方便输血 但战争时 有足够血液输血 失去难以想象 大空集里面 可否逃过大难 只能听天命 至今年 2013年开始播放的NHK日剧 《借借款待!葛周生》 以1945年租稍微焦土的大阪作为主要舞台 2014年3月播放的内容中 提及了主角牙姨子生了男鹰腹狗 出生当晚遇上大阪大空闸 牙姨子抱着一起拼命逃跑 上了战场的丈夫曾提过如果遇到空闸 就要尽快跑到地铁站里避难 牙姨子搭地铁成功逃乱生患 戏闸里空闸当日在1945年3月13日深夜 正正就是现实世界里第一次大阪大空闸的日子 当日从来没有经历过空闸的大阪市民 极为惊慌不知所措 电视剧播放后引起关注 剧情是创作还是改编现实 中说纷纹 剧情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不自然 但其实二战的时候 政府立法禁止逃乱去到地铁站里面 所以当时地铁公司会不会违法接载市民逃乱 成为了疑点 2000年代民营化之前 管核地下铁的大阪市交通局是工营公司 基本上留下了各种记录 从创业的1903年起 记录都有保存下来 不过在特殊情况的战争之下 战败时大量记录遭到销毁 已经无法翻查 唯一只能靠的就是生还人士的记忆和口述记录 第一次大空集的目标是南坡一带交南的地方 根据生还者口述 他们由深齋桥站在深夜搭玉堂根线 去没有受灾的梅田避难 玉堂根线是大阪最初的地下铁路线 于1933年通车 二战前延伸了路线 连接梅田至天王寺 所以大空集军时由深齋桥逃往梅田成立 但是没有官方资料作证 也没有照片 没有客观的线索 但是也不算是城市传闻 可以看成口传的历史 生还的职员和乘客 讲述当时的情况 很难以一个创作的故事来对待 例如《朝日新闻2021年》专栏里看到 现在住在江山苑的野奇折子 88岁 想回当日的情况 他当时和家人和亲戚共6人 随着人流走到南坡站 被他逼到站里 在月台等了一阵就有列车来到 他一家人乘车成功去到梅田 而他哥哥乘车回到南坡 他在等候时看到几班车到站 也有生还者口述 由深齋桥乘车逃往梅田的经历 当时防空法禁止凶杂关时 去地下铁道被烂 地下铁站应该拉上了大闸 情况和NHK的日劇情节相同 生还者口述当时说服职员打开大闸 被人进去避难 不过深夜时分 基本上列车不会走 所以应该是认识了列车用的电源 究竟职员如何和电力公司配合 通电去开车呢? 到现在没有关系人士和司机公开解释 1997年3月11日 朝日新闻专栏《星》里面 介绍了京都大学名语教授崇川范 在凶杂军时搭地铁由深齋桥 逃往梅田的经历 内容引起社会关注 每日新闻公开呼吁收集各种资料 大阪交通局的工会进行调查 并在1998年会计大郊 大郊即是大阪交通的简称 会计里记作了当事人的经验谈 和少数资料 而NHK也播放了纪录片 名为大阪大空集之夜 地下铁有行事 救人和手法 你会如何选择呢? 1945年8月14日 最后一次大阪大空集日日 日本投降获得折立 太平洋战争迈向终结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 大阪市人口为325万 大阪大空集前的1944年12月 人口减至244万 比大空集前减少了80万 大概三分之一 到了中战的时候 人口再减至112万 大单在大空集期间半年里 人口减少了100万 战争期间总共减少了200万 除了透过照片 从人口变化 也可以了解大空集对大阪造成的破坏 现在在大阪旅行 不少地方都是战后复兴重建 一般旅游区可以见识到 是近70年重建的大阪 空集流下来的痕迹 出名的已经在影片里面介绍过 不知道有多少去过大阪的观众 有去过介绍过的地方 希望从现实一面了解历史呢? 杜立德空集是日本恶梦的开始 更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半年后 1942年4月18日 大黄蜂号航空母船 USS Hornet 由三藩市出发 使距离日本450海里的海域 当时是宗教的美国军人吉米·杜立德 率领总共16架B-25架炸机 向东京 川崎 黄奔 明古屋 神户 进行空集 立下大功 这一次是美军首次向日本本土实施的空集 名为杜立德空集 直到中战的两年纪里面 美军持续向日本进行多次空集 当中包括大阪大空集 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今次介绍了大阪大空集 希望日后逐步讲解太平洋战争爆发背景 中途倒海战 投下原子弹 东京大空集等悲痛的事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痕迹 近在止尺 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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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